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转发跟讨论 我特别的感动 尤其是大家给的各方面的意见 因为我们特地的分开这些视频来上载 就是我担心 我一直都在担心在制作这个视频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我自己做的PPT够不够简单 我的表达方式够不够极致的容易理解 会不会有些投资者听不懂 所以一直在担心这些问题 可以在不断的学员们在网上面的这个feedback上面呢 我就可以及时的改正 那说法为止 这个视频的录制是顺利的 但是我有一些看到的现象呢 想提一提醒各位的投资者们的 尤其是我们网上的这个股友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讨论很明显 有一些投资者呢 他有一些赚牛角尖的情况 OK 我需要给大家明白 这一个系列短片的录制 我们的目的非常的单纯 就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 给新手投资者们 highlight出2019年熊市的机会在哪里 给那些有做股票的朋友 他们的股票可能现在在熊市的走势里面被套住了 他应该怎么样去自己救自己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给大家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亏损中的朋友 我们希望可以给你一个药方 OK 但是如果医生连这个药方都还没有讲完 你的病情的诊断都还没有结束 那你就在那边发出一些不能够理解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不能够理解这份 为什么这样子说 说很容易在自己尝试去挑战一些我们的讲法的时候呢 你很容易就会走到偏差 从而你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那我希望各位投资者 尤其是有经验的投资者们 在这个视频全部完成结束过后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不妨再重新看一次 但是要答应你自己放下自己之前知道的东西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这个方案 为什么要这样子讨论 因为股市里面的每个投资者的情况 每个人不一样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将正道的方向指出来 然后大家如何去做到这个方向 可能每个人的手上的股票 每个人的处理方法 自己的心理状态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希望各位的投资者们 能够这个重新去思考一下 好吗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五部分的讲解呢 是紧接着第四部分 我们讲到的风险管理 OK 我们说我们的股票 需要不断帮我们手上的资金 找好的parking 停好停在最漂亮的位置 低风险高回抽的位置 对不对 那如何改良你现在手上的股票呢 OK 或者是我们遇到了亏损中的股票的话 那熊市毕竟跌了九个月了 从18年的四月到现在 2019年的一月 对不对 所以在所难免 有些投资者手上的股票呢 是处于亏损状态的 那如何帮你自己的组合动手术 OK 来将这个问题纠正呢 我们现在就来谈了 OK 这个就是第五部分 组合的优化 我们如何将手上的股票 将它起死回生 夸张一点说啊 起死回生呢 OK 我们先回来看 分两个情况 各位投资者 第一 就是假如你之前买了的股票 是你没有看价值 就已经买下来了 所以这种情形 尤其就是针对手上 现在有很多烂股票 在在手的一些朋友 我能够理解 你们很后悔 当初不应该买这些股票 然后又买在不对的时机 遇到熊市掉下来 OK 但是它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处理的 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讲 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最佳的治疗时间 它还是有一个 Limitation在那边的 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 这个道理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就要积极的寻找这个机会呢 去做这个优化组合的动作 所以如果是没看价值买的股票 我们优化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以回本为目标 让你自己纠正之前 犯下来的种种错误 希望追回你的本钱 来优化你的组合 OK 这个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是如果 这位投资者 是曾经有研究过 那个公司的价值 然后再买他的股票的 所以你看过这个公司的 分析过的 但是现在它掉下来了 因为熊市可能股值高的公司 现在变股值低了 它也会下跌 所以这种情形 怎么样优化呢 这种情形 我们优化的就是透过再次的比较 是你手上之前看了价值的股票 现在我们重新再比较一下 我们在看到的其他股票 有没有更好的 更便宜的 钱能更高的 我们透过更换来优化我们的组合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上一部分的内容里面讲到的 赚票的最佳选择 就是如果你要赚票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 我之前找的股票其实已经不错了 但是现在有更好的股票 更便宜 我就换过去 可以同一笔子单 同一笔资金 我可以买到更多的股票 所以这个赚票就针对这种效果 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回去 我们的方向 回到之前第四部分讲到的 找parking的位置 我们要park的位置 就是这个星星的格子 对不对 左上角 就是我们的风水保卫 那我们要做的两个步骤 第一就是将我们现在手上的一些买的不对或者买的不够好的股票 将它的风险调低下来 第二部分将它的潜在回酬调高上去 OK 所以这里面就要牵涉到更换股票 优化组合讲的就是更换股票 OK Switching或者叫做动手术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但是这个更换股票的方向 一定要跟着降低风险 跟提升潜在回酬的部分 OK 我们要换过去的 潜能的公司 必须要确保两个事情 第一 你的生意 这一间你接下来准备要换过去的公司 它的生意是有得做的 第二 它的股值现在是极度便宜的状态的 OK 之前可能是fine value 后来discount 后来之前discount 现在furter discount 等那种状态 我们去做 OK 生意有得做怎么理解 为了简单去谈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求学员们 尤其是新手投资者 尽量去选 目前还能够保持盈利状态的公司 OK 因为如果现在我们看到 股价掉了那么多 但是你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害的话呢 这些公司 它是比较优质的 基本面也会比较稳健 生意也会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做法 第二 股值极度便宜 我们在之前的 这个部分的分享里面 都分别有谈到公司的市值 OK 如果你的盈利没有下降 市值下跌的话 你的本益比就会变得更加便宜 更加划算 对不对 而price to book value 股价对比你的每股进资产的话 这个角度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参考角度去选的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step 当风险降低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更低的股价 买到更多的资产 如果我们连公司的盈利 接下来会变好还是变糟糕 都不想去考虑 因为我们相信有些投资者 他真的没有能力去分析那一个公司 他的未来发展 暂时在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能力去分析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最起码的不看盈利 我们看asset 看资产 OK 我们广东话讲的 你如果你的这个公司股票跌得更 股票跌得很低的话 你买到的资产 优质资产的话 我们要炸了 我们有些东西拿在手上 所以我们就向这个方向去找 什么公司现在能够以更低的价格 让我们买到这间公司更多的资产 所以我们focus on price to book value 这个角度 OK so example 我们谈谈price to book value 如果一个公司的股价是一块钱 每股资产也是一块钱 那么他的price to book就是一对一 那如果一对一的price to book 当成是fair value 一个合理价值 没有贵也没有便宜的话呢 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市场 比如我们在2018年 17年16年前面的时候 过去啊 市场曾经给予过这个公司 大于一倍的price to book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是曾经被投资者看好的 OK 但是现在熊市来了 熊市来到的时候 这个公司的股价下跌 就会令到他的price to book value 跌得特别的快 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四部分 其中一个example选的就是 IJM这个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大的建筑公司 在10年前08年的时候 股价大幅度下跌 但是公司的每股资产一年前后 一年前跟一年后呢 它是并没有大幅度下降的 因为股价的波动 一定会比公司的资产的波动 来的激烈来的敏感 所以市场行情低迷的时候 股市低迷的时候 股价的下跌 或者股价的变动 一定会比公司的资产变动的更快 OK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形里面 你的公司的资产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你的股价一下子就跌下去了 你的price to book变成了0.5倍 也就是说一块钱的资产 现在只卖着你五脚钱 example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的部分里面讲过的那个masing的情形吗 那个就是price to book的一个example 举例说明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如果在pb0.5的时候 买到这个公司的股票 它回升到市场合理的时候 给回它一倍的这个price to book外流 它已经有100%的潜在升幅了 OK 这个做法就是可以在熊市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 追回成本的机会 OK 我们的想法 希望投资者们呢 可以去这样子理解 没有的在场的了 OK 我等你回来 能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态度呢 因为很多散户投资者呢 抱着自己手上啊 没有机会的股票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就那边一直等于这种 等到公司越跌越低 越跌越低之后呢 可能会失去最好的解决时机 或者说治疗时机 因为我们明白一个公司的股票啊 一块钱买跌到一半 OK 跌了一半啊 跌到五脚 你输了一半 你要他从五脚钱回升到一脚钱 你要他升100% 输50% 你追平手的话 要他升100% 那么如果你输的越多的话 你回本的要求就越高 那就越难找 明白吗 OK 所以最佳的治疗时机 不能够耽误太久 OK 那么我们就要想了 如果我手上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啊 回不来的 OK 我就不要等了 我要等的话 我要等那些没有的债产了 一定能够回得到来的一些股票 OK 我知道大家会问啊 有些什么例子啊 这样子的 我特地给大家找了一个近期发生的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形 OK Example 这个公司就是Gamuda 马来西亚的建筑股的龙头 在2018年到2019年 这个公司的股票 尤其是在大选前 接近五块钱的马币啊 我们的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跌到我们在2018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的年头 在2块20仙左右 股价跌幅是超过50%的 你看啊 Gamuda这样子的下跌行情 在过去是很少很少发生的 对上一次发生这么厉害的下跌 就是十年前的那个金融风暴啊 但是这一次没有金融风暴 但是有一些政治的这个影响在里面 那么造成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Algobox这里面最简单的 Price to Book Value的这个过去五年的数字里面 Gamuda的这个Price to Book 从来没有低过一倍 但是在之前 当公司的股价在2块2左右的时候 徘徊了几个月 你看最新Gamuda的Book Value是三块钱 2块2左右的时候 它的Price to Book就出现了小过一倍的情况 因为都现在股价已经回上到2块8 你的Price to Book都还是0.92 也就是说还是有8个%的Discount to你的Book Value 你的Share Price 所以也就是说在之前的那个2块20C左右的话呢 你之前的那个Price to Book的Discount更加的多 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再从Gamuda过去10年的数据里面看 过去10年里面 Gamuda的Price to Book 包括09、08年的那个熊市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低过一倍的Price to Book OK 所以可以见到这一次 2018年的行情 投资者对Gamuda是多么的panic OK 恐慌性抛售才能够造成你的股票 出现这么深的这个跌幅 OK 而令到它的Price to Book 过去10年第一次出现了低于一倍的情形 你看 这个就是Discount出现了 而且Discount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建筑股的龙头 OK 所以建筑股的龙头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些基金经理他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如果一些基金经理他们手上的股票也出现亏损 因为熊市嘛 他们也在所难免会有亏损 但是他们手上的资金很大 他需要流通量很大 Liquidity很充足的公司的股票 给他们更换过去 做这个自己治疗自己的动作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就会考虑那些没有的债跌了 比如Gamuda 我们知道是比如这个MRT的这个政府调的budget 刚刚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 政府哇 要勒紧哭头啊 所以如果接下来没有 没有政府在 Cut budget的情形或者这种情况的最坏情形已经过了 OK 过多两年 假如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预算案能够重新改善 重新增加政府的开销 带动国内的infrastructure基建行业的发展 Gamuda如果两块多低过它的不快流 岂不就是一个底部来的了 OK 当然这里是一个假设性的理解 但是那些基金经理们 他们为什么想的东西会跟我们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从价值的角度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怎么样帮自己手上管理的资金 去到更低风险的parking 以及钱债回酬更高的位置去 去投放他的本钱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看到 就是投资者们你们就会看到 近期Gamuda在底部一下子回升上来 就追回了一个20多percent的这个涨幅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 有些投资者会觉得 我的股票跌的没有这个Gamuda之前那么惨 Gamuda跌的更惨 我等你回来 说有holding power的人 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自己就自己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example OK那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这个追回自己的本钱的目标 其实就是 你的公司的股票 之前受过投资者的看好 OK 现在你掉下来了 行情不好吗 如果你能够从0.5倍的PP 回到一对一 一倍的这个price to book的话 其实你已经有100%的上升空间 如果投资者们你们手上现在面对的亏损 你手上有不同的股票 整体的亏损是在50%左右的话 你找一个price to book 0.5倍的优质公司 他就有可能offer了你一个追回成本 回本的机会 就是这样子去找的 OK 其实很简单去理解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做的 如果这个公司 下一次的牛市 投资者又重新看好它 它的price to book market给它的高过一倍 你就等于可以赚到额外的赚福 这个就是你做这个动作的一个bonus 所以这一个的简单理解 可以再总结一次给我们的各位的新手投资者 或者是后悔自己手上买到太多 当初不应该买的烂股的朋友 假如你们的账面亏损 目前是50%的loss 你去找price to book 0.5倍或者以下的 更便宜的那些优质股票 换过去更换过去 其实就给你自己提供一个回本的机会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承诺你等多久会回来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等一些值得等的公司 有机会回来的公司 好过浪费时间等那些没机会回来的公司 对吗 OK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各位投资者做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我们提供出来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熊市之中的希望在哪里 OK 所以继续我们再看 那老师如果我现在手上的股票 亏得更加多 老师我手上的股票现在面对的亏损 可能是70%甚至更多的话 这种接近绝望状态的股票 又有没有的救呢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还是有方法的 但是难度就会 坦白说越来越高 OK理论上是怎么样处理 我们再来看看 理论上就是我们如果手上的股票的亏损更深的话 PB0.5倍可能都不够了 我们就需要找一些 Best to book更便宜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了 对吗 死马端当活马亿了 就是OK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已经投降了 其实这个股票如果继续收的话 OK就等于等于输到七八八的那种 那好 我就与其这样子买我一个机会 买一个希望给我自己 我换去另外一个有 Solid Asset的 OK这些Solid Asset 大家尽量的要去找的方向 就是不会贬值的那些资产 长期能够升值的一些 比如地皮 比如棕油种植园丘 对不对 所以这些当然也包括一些 很有实力的工厂 虽然工厂跟设备会贬值 但是如果这些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有需求的话 它Utilize这些工厂 这些资产能够赚回来的钱 还是可以追得上去的话 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OK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些股票 PB去到0.3的情况的话 有一天 它能够回到市场曾经愿意给的 PB高过一 OK 这个前提条件来的 不能够找那些只是便宜 但是Market always给他们低股值的 要找一些Market曾经认可他们的 并且以后都会有机会 重新认可他们的 OK 如果他能够回到一倍的Price to book的话 他的上升空间就有233%之多 233%的上升空间 有机会让你连本带利全部追回来了吧 投资者们 包括亏损状态的投资者 一块钱你股票跌到七毛钱 对不对 跌到三脚钱 三脚钱再回升到一块钱的话 你会升两倍多 这样子应该绝对能够将你手上目前的亏损 全部追回来甚至将你几年前犯下来的错误 几年前买那些烂抽骨盔的钱都能够追回来 这种机会不会经常发生 熊市是很难得的时候可以找到有这么惨的好的股票 有机会找到 当然也不是会睡在躺在那边 他就会自己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也要付出你应该的一份的努力 那么如果这个公司日后还可以回升到更厉害的状态的话 你还可能会有一个额外的赚服 额外的bonus给你自己做的这个动作 OK 所以这样子的治疗方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治疗方案我认为非常值得 因为如果你之前等的一些股票等了很多年都回不来 而且亏损已经很深很深很深 熊市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连本大利追回来的话 这样子的更换组合 这样子的优化太值得做了 对吗 OK 各位投资者们 那我们再来看 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 能够offer给我们这样子做法的 有一类的股票我们必须要提他的 就是cycle culture share 周期性的股票 就是说刚刚PB这边要从0.5正常状态的 discount50%已经是很厉害了 但是还需要discount到70%的那种状态 你要找的就是周期性的股票 才可能会有机会offer到你这么厉害的discount 为什么 因为熊市大部分股票掉下来 那么碰巧这个公司处于自己行业周期里面的低潮期 投资者更讨厌这个公司的股票 他们抛售的更加凶 所以他的股价出现了discount 会比普通的公司在熊市里面出现更厉害的discount That's why我们之前在这个前面的四个部分的讲解里面 其中选到的property的example 一些property的公司 他们目前在低迷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高过50%的discount 但是我们举的马兴是50%罢了 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有 但是我们也once again 我们也没有办法make sure property的股票几时会回来 但是你也要问一下自己 property的行业会不会有机会有抑郁回来 你手上拿的股票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东西 他又有没有本事回来 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思考 OK 那么好了 周期性的股票 也不能够随便乱选 当你要去到更换去周期性的股票的时候 代表着你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OK 你要靠这些股票来帮你追平的话呢 还有一个关键要做出来的 我们需要这些公司以后行情回来 他们turn around的时候 他们来一个大翻身 能够offer给我们超过一倍 甚至好几倍的那种回酬 所以只有周期性的公司能够做得到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去看那些周期性的股票 你们就会看到行业低潮 股市又是低迷 这些公司的股价一定已经大跌 OK 但是关键在哪里 各位 这些公司虽然在这么糟糕的行情里面 你要看到他以后有机会回来 对不对 你要去找一个重要的 看公司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大大投资 公司的总资产明显增加 这个英文我们讲total asset growth OK 注意一下左上角这边是股价 不是price to book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会找这个加大投资的动作呢 是因为 如果行情不好 公司的老板也不是傻瓜 对不对 他们也知道现在的行情 是不利于他们的 但是他们在这样子的行情底下 内部都进行扩展动作 比如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融资的动作 去收购一些资产 或者是扩大他们的生产能力 所以他们在行情低的时候 都做这样子的事情 行情一回来的话 他们就最容易能够成为 首先能够满足市场 需求服输的那一批公司 那么他们的盈利就会迎来一个强劲的增长 关于这一点 我们松大创办人之一的李永安老师 曾经在2011年出版他的畅销书 就是这一本 稳赚大马股市 里面的第六个chapter 就有详细讲到 关于价值投资者 如何理解周期性股票产生的机会 当时后的论述 是在课本的162页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候的这个讨论呢 是李永安老师将他2008年2009年期间 对上一次的股灾的观察 重新放大 看到当时候的这个公司 这些蓝筹股 这里有一个列表 就是当时候马股的一些大型的蓝筹股 他们在风暴之前跟风暴之后 他们的这个总资产的变化 里面就可以看到哪些公司 在行情最低迷的时候呢 加大了投资 其中他选的一个example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大马机场控股 OK 当时候08年到09年呢 大马机场的股价呢 是跟着大盘下跌的 但是2008、09年行情不好 并没有影响大马机场 不断努力的去满足亚洲航空 它的旅客增长的需求 去扩建他们的机场设施 从LCCT变成后来的KLIA2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动作 当然会令到公司的总资产不断的变大 那这样子的发展状态中的企业 在行情低迷的时候 总资产增长 就是我们最佳的这个换股的对象 就是更换我们组合 优化组合的对象了 OK 同样在后期马股我们看到的2014年 对了 就是这个公司 Hatanaga 马来西亚的手套股的其中一个龙头公司 其中一个 在2014年的时候呢 股价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的 但是2014年呢 Hatanaga呢 刚刚呢 要开始投资他们在雪邦地区 就是KLIA旁边的那个 下一代手套综合生产基地 OK 所以同样这样子的巨额投资 也会令到公司的这个总资产发生增长 那投资者就可以去理解 或者是去年报里面去寻找 公司一年前的总资产数额是几多 一年后的总资产数额是几多 就可以对比的出 在行情低迷的时候 公司有没有发生增产的动作 总资产讲的是包括贷款 举债增加的购买的资产 OK 如果一个公司在行情低迷的时候 仍然够胆去跟银行贷款 或者是叫股东们注资 以附加股 或者是private placement的方式去注资的话 那么这个公司的总资产就会变大 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些新的资源 去购买他需要用的生产设备 从而可以看到他接下来 可以迎接他的生意的另外一个阶段的上升 要找这个总资产的增长 大家可以在年报 或者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学员 就可以在algo box里面 就可以看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会有total asset 不是total net asset 是total asset的这个变化 包括负债的 所以这个就是Hatanaga 过去这些年的总资产增长的这个变化 刚刚我们看到的 如果是Gamuda的话 最新一年公司的总资产变动 就在这个地方 total asset growth rate so这里是6.78% 这个是Fogamuda 2018对2017年的财政年度的 这个总资产变化的数字 so什么数字叫好呢 如果我们要这个资产明显增加的话呢 当然是双位数字的这个资产增长率呢 会更有更有看头 ok那好了 最后还有一些 重要的叮嘱呢 是希望给我们的学员们呢 去知道的 就是第一 我们现在在谈论着的组合优化呢 我们可以不需要太着急去做的 因为根据我们这一个系列短片的讨论呢 如果我们2018年到2019年 熊市已经跌了九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们有机会被我们猜中啊 有机会在2019年 去到这一轮行情的底部的话呢 我们目前来讲 才是2019年的年头 我们还有时间 所以你们手上 自己手上的股票 你们已经不打算要的这些股票呢 他还可能会反弹的 那当然反弹不代表就是说 叫你们继续拿 或者是说这个公司回来了 反弹可能是offer你一个更好的离场价格 so that你可以拿回更多的本钱 重新换到你已经选好了 已经相中了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身上 so你要做这个动作 不需要一天之内完成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手术 depends on你自己手上有多少的股票啊 有些朋友有很多股票换的话 他可能要进行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手术 so给你自己充分的时间 ok 以及还有一点要提醒的 就是大家要记得变通 我们华人是很聪明 很懂得变通的一个种族 so我们在这一个online分享 给大家讲解的是一个大的方向 给大家指出机会在来里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透过优化组合 将我们之前做的不好的股票 将它挽救回来 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 都是同一种情形的 so你们每一位投资者 都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呢 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那我们是反对生单硬套的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已经给大家指出来了 就希望你们也可以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在这样子的行情底下 你们真的利用了熊市的这个机会 帮你们组合优化了 资钱亏损的追回来了 ok 整个手上拿着的股票更加优质了 那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那我希望各位学员 记得这一句话 从今以后都要坚守价值投资 ok so已经改好了 就不要再重考复策了 以后你投资的股票 一定要投资有价值的股票 你的心态 你的这个投资的体系 尽量向价值投资这边去靠拢 如果大家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是老怀安徽了 这一个网上系列短片的录制努力 我们就没有白费了 ok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整个系列的这个短片分享的话呢 请记得多一点分享以及点赞 如果大家的这个分享跟点赞够多的话呢 我考虑一下给大家再来多一个encore的部分 给大家讲一讲第六个部分 加料的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模拟组合 是比较惨的状态的 在之前的这个熊市里面 我们可以如何去做一些转变 那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如果你们的点赞跟分享够多的话呢 陈建老师也会努力帮大家 将这个东西做出来 好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你们